Hello,大家好,我是破旦汽车资讯网的Jason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这支影片的主角是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全新Subaru XV 这款全新第二代的Subaru XV在外形上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它相当的熟悉 因为它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 不过其实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底盘,全新的外观设计,全新的内装 甚至它的动力单元也经过了大幅度的强化 全新的XV在本地依然分为两个等级 分别是入门的2.0i和高规格的2.0i Premium 在价格方面,入门的2.0i 11.9万 高规格的Premium 12.6万 其实对比两个等级的话 你会发现高规格的Premium它的性价比其实更好 因为它搭载了许多本地人非常在意的一些配备 在动力规格的部分,这一代全新的XV它依然沿用上一代车型的引擎 它依然是搭载一具2.0升水平对卧 自然清晰机油引擎 可是原厂号称这具引擎进过了大幅度的强化 里面的零组件有80%是全新的 而且它的动力输出也对比上一代稍微有所挑战 来到了156匹马力和196牛顿米 在动力规格的其他部分 它依然采用一具可以模拟7速的CVT变速箱 而且它依然搭载了Subaru引以为傲的Symmetrical四轮驱动系统 在外观的部分,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好像和上一代看似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其实它在细节上有着许多的进化 这一代的车型它的车身理地高度依然有220米 而且在车色的部分,它依然搭配了许多黑色的防挂材质 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台强调越野性的SUV 在外观配备的部分,这一台车这次加入了LED的图灯组 而且还内建了一个LED的热型灯 同时在车側的部分,它搭配了一个17寸的双色铝圈 因为价格定位的关系 原厂把它的竞争对手锁定在本地许多的B-Segment SUV的身上 比如说Honda的HRV 可是其实这台车它是一台C-Segment SUV 因为它是采用第五代Impressa的底盘来进行开发 而且它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它的后悬吊 它的后悬吊是采用双A倍 其他的B-Segment SUV竞争对手呢 主要都是采用扭力量 原厂号称全新的XV 使用了SUBARU最新的模组化底盘来进行开发 这一株底盘呢 它的整个底盘强度对比上一代的车型增加了70% 而且也让它的整个车身测轻的表现改善了50% 来到车尾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最大的重点 就是它换上了一个全新的尾灯组设计 而且它里面呢也加入了一些LED的发光体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它的行李箱空间 在行李箱的部分 其实它的上一代是差不多一样的 都是刚刚好超过300公升的容量 不过呢 这次原厂把它的行李箱设计得更为方正 同时它的宽度也稍微有所增加 而且呢 你还可以把它的后座椅背完全的倾倒 倾倒过后呢 你还是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比较实用的空间 虽然它的外观看起来好像是一模一样 可是它的内装呢 大家可以明显的分辨得到 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对比于最近几年其他的Subaru车系呢 它的整个内装呢 明显的没有那么的沉闷 也没有那么的方正 整个视觉感看起来呢 是比较有时代感 除了它的设计感变得很不错之外呢 其实它的整体质感 还有它的用料也是有所进步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中控台上方 还有它的门板都采用了许多的软质塑胶 而且还搭配了一些橙色的车缝线 不过有一点是比较奇怪的就是 它有一些部分它的板件 其实是相当的不平衡 比如说这个部分 两者之间的板件 它的颜色还有它的用料 是很明显的有差异 在内装配备的部分 这次也相当的丰富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台车拥有三个彩色的萤幕 第一个就是仪表板中间的自续萤幕 第二个就是中控台上方的彩色萤幕 主萤幕它的尺寸这次是8寸 而且它也整合了Android Auto 和Apple CarPlay的两大手机连接功能 下方还有双区的恒温冷气空调 在座椅材质的部分 这一次两个等级都是搭配了半皮壳半绒布的座椅 不过它的整个造工还有整体的视觉效果 看起来都相当的有质感 两个等级的XV 在配备上也是有着许多的差异 大家可以从画面看到 在车内的两个萤幕 也从原本的彩色变成了单色 而且下方的冷气系统也从原本的双区变成了单区 同时它也没有搭载LED的头灯组 反而是搭载一个灯招式的传统鲁素灯泡头灯 同时也没有自动起壁的功能 雨刷也没有自动起壁 在后座空间的部分大家可以从画面看到 其实它的整个后座空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它并没有好像Honda的XV那么宽裕 可是至少它对比Mazda CX-3是来的比较好 在膝部空间的部分超过了一个拳头 头部空间和上一代其实差不多一样 而且因为这台车它搭配了四轮传动系统 所以它的整个底板 隆起的面积相当的大 在安全配备的部分 两个等级的标配都一样 都是7G气囊 还有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不过在国外看到的iSight高科技主动安全配套 很可惜都没有来到马来西亚 其实这台全新的XV拥有相当不错的性价比 而且它的价格也相当的贫义近人 同时整个外形和内装对比上一代来说 也更加的漂亮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台车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还是你会情愿选择Honda的XV 还是选择这台全新的XV 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Jaso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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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